陳偉業議員 出現時可以受控制 現在已經失控 現在好像一個午夜快車 簡直是盲目地向前走 都不知終點在哪裏 會不會脫軌 導致到嚴重意外 這次一加又是87億 大家如果記得當年 這很多年前 這個科大超知 當時整個香港都很驚訝 有追查的理由 現在的超知好像已經成為一個常規 保皇黨議員 保駕護航 完全不理超知背後的成因 也不理市民的死活 最近安民村三個市民 因為這個病患的問題 先後跳樓 你是看到市民很多的苦困 很多的生活上的問題 政府很多的服務方面 都是不足的 你講87億 哇 這個陳健波 就說我們不顧這個整體市民的利益的情況 功能組別講整體市民 功能組別就是保駕護航 功能組別就是捍衛這個既得利益集團 捍衛他自己的功能界別的利益 小圈子的利益 整體香港貧富懸廚家劇 市民生活苦困 整體香港貧富懸廚家劇 你們這些功能組別議員有關注到嗎 廢話連篇 在這裏加下辦這個關注市民 你看看你們過去投票 你看看你們這些施政報告的建議 財政預算案的建議 全部都是對那些既得利益集團 保駕護航 鞏固維護大財團的利益 所以一定要譴責 這班功能組別的怪胎 怪獸在蠶食香港市民的血汗 死幾多人 那些老人家 幾千老人家等到死了都入不了老人院 那些專科服務要等到幾年才能進去 等公屋 現在當然是二十幾萬輪候拆的人 所以主席 因為我們給了很多建議 政府就完全闊老爛來 因為政府相信 在功能組別議員 保駕護航之下 他們什麼都可以過 所以我們現在既然有能力 可以否決和阻止的 我們一定要盡力阻止這些 無理的超知